大家好,从这个开始我们学习ES10,也就是ES2019一些新的特性 首先我们学习第一个 在ES2019当中有一个对象的扩展,扩展了一个新的方法 叫做Object.fromEntrance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方法是如何使用的 打开我们的代码,新建一个文件,这是第六章的第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把6-1也引入进来 大家记得我们在ES8当中学过一个方法 叫做Object.entrance 这个方法的作用是不是可以把一个对象转化成这种数组形式 然后数组里面每一项是key value这种建设度的形式 我们先定一个对象 然后比如说它的name叫做emok 然后对应的课程是我们ES的课程 然后我们通过Object.entrance 去转化当前我们这样一个Object 比如说我们给它付个值吧,就叫entrance 然后我们打印出entrance的值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得到的值是不是相当于是一个二位数组 里面的每一项都是个数组 里面这个数组的第一个值指的是我们对象的key的值 而第二值指的是我们的value的值 OK,这个跟我们map的那种结构很像,对不对 然后在我们现在的ES10或者我们叫做ES2019当中 有个新的方法叫做Object.entrance 这个方法作用其实刚好和Object.entrance是相反的 我们看,比如说我当前把这个entrance作为参数传进去 大家注意,我们这个第五行这个entrance 它对应的是不是一个这种数组 然后里面是这种建设队的方式,对吧 但是我们看,如果我们把当前这个结构 传入到fromentrance里面的话 然后呢,我们比如说定一个值 就叫fromentrance 我们输出一下这个fromentrance的值 看看代码第十行输出结果 大家会发现,它又能够把这种系列队的这种形式 再返回去变成原来的这种对象的形式 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Object.entrance和Object.fromentrance 它们两个作用是不是刚好相反的,对吧 肯定是不腻的,对吧 那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大家看,我们再举个例子 大家记得我们在ES6当中学过一个新的数据结构 叫做map,对吧 比如说我们newmap 然后呢,我现在想在map里面啊 去设置一些值 比如说name属性,叫做embook 我们再通过.set 再设置个值 比如说课程 然后呢,对应的是ES的值 大家看,这时候比如说我们打印出map 我们看代码第十五行 打印出的是不是就认为CG这种 见证的形式,对吧 这是map的学过 然后我现在呢,通过object.fromentrance 把我们这个map作为参数给它传进去 比如说我们认为一个,也叫fromentrance吧 打印出这个fromentrance 我们看这时候 它是不是也能够把这种map的结构 转化成当前对应的对象的结构 对吧 所以说,如果你在项目当中 想把这种map的结构 转化成一个对象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object.entrance 就可以把这个map的结构 转化成一个对象的结构 对吧 这是一种英语场景 我们再讲一个英语场景 大家看,比如说我们当前有一个 对象 然后对象里面呢 表示的是我们一些课程的分数 比如说我们有数学的成绩 数学成绩打个80分 有英语的成绩 比如说英语打个85分 比如说还有语文的成绩 对应的是90分 OK 然后我现在会这样的需求 我想说出当前这个对象里面 所有分数大于80分的 这样的属性和对应的值 你在我这里面 是不是英语跟中文大于80分呢 对吧 大家可能想 如果原来的方式应该怎么做 我们可能需要自己去 询用还便利这个对象 举处里面的每个值 一个一个去判断 这个值到底是不是大于80 如果是呢 就是我们要的 如果不是就不是我们要的 这是原来的一种思考的方式 对吧 但是呢 现在用了object entrance 和from entrance以后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做 大家想一想 在我们的ES当中 对象和数组 这两种方式的话 哪一个自带的方法 会更多一些 是不是应该数组 对应的方法会更多一些 对吧 数组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去使用 那我们看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 我们先通过 object.entrance 把我们当前这样一个课程 转化成一个建设队这样的数组 那既然数组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filter 这样一个过滤的方法 对吧 大家记得这个方法的话 它的参数是不是一个函数 比如说是个item 其实这边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这种形式 p和value OK 这是一样的 当然这个filter 换办对应的参数是一个方法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参数呢 我需要加一个par 然后呢 这边是方法体 对吧 我们现在需要的结果是 我希望对应这个value的值 是不是大于80 这个才是我想要的 对吧 我们可以先输出一下看看 比如说我们输出一下这个res 这样一个结果 打印出res 大根代码第26号 这时候得到的数组里面的值 是不是只有两个 一个是英语 一个是中文 因为这两个值 是不是我们通过当前filter 判断值大于80 给它过滤出来的 这时候这个mess 是等于80的 已经被我们过滤掉了 对吧 但是res 会想要结果是个数组啊 我并不想要数组 我们想要的 是不是还是一个对象 对吧 那大家记得我们如何 把这样的建设对数组 转化成对象吗 是不是就这些科学的 object.fromentrance 所以呢 大家再看 我们是不是直接可以这样 比如说 我们直接输出 object.fromentrance 然后呢 把我们res 给它传递进去 这时候我们看代码第27号 得到的结果 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要的 对吧 我们之所以说 对于这个需求 我们能想到用这样的方法 就是因为 经过不断的学习 我们发现在es里面 数组 它所对应的方法 会比较多 对不对 比我们的对象 更加的丰富 所以我们可以用 object.entrance 先把这个对象 转化成建设对的 这种数组的形式 数组的话 是不是可以 点filter去过滤 这里面这个方法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自定义过滤的条件 在我们这个需求里面 过滤条件是 value的值 大于80分的 但是呢 我们得到这个res 这个结果 它还是一个 建设对的这种 数组的形式 所以呢 我们再通过 今天讲的 object.fromentrance 再把这种 建设对的数组 转化成 我们想要的对象 这样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大家会发现 整个代码非常简洁 甚至如果你想简单的话 整个后面这一堆代码 我们是不是都可以 填在这个参数的里面 对吧 这样的话 一行代码就搞定了 非常简单 这个呢 就是在es10中 我们学习的 第一个新的方法 叫做object.fromentrance 这个方法呢 当然也是一个 对象下面的 进财方法 它的作用 就能够把 建设对的这种 数组的形式 还原成 对象的这种结构 那关于es10 其他性的性 我们下节课再继续学习 谢谢你 秘乃